大家好,我是明板 这节我们开始第八小节 统计知乎大V所有文章标题 我们之前 我们的例子还是张家伟的文章标题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到浏览信的地址栏里粘贴 大家记得我们第一节 但是我们只抓了单页 只抓了第一页 这节我们讲如何抓起它所有的四十二页 我们来看 这是目标效果图 大家看 这是七百多个 这是我之前抓的 如果它之后有公信的话 这块可能还会更多 它每页是二十个 四十二重以二十 应该是八百四十个 我们继续看 知乎 这个分页方式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点击第二页 它会出现这个链接 点击第三页 它会出现这个链接 我已经将这些链接 全部复制到 PPT里面了 大家 来看一下PPT 再看第一页 这个这些 后面 配置等于第二页 配置等于I 第三页 配置等于三 知乎属于规律分页 我们需要分析URL 然后第四二页 第四十二页 是前面一串 配置等于四十二 从那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规律 它的电影页的那个URL 就是前面这一串 后面 配置等于N 大家看一下 第四十二页 我点击 它只是后面这个 配置等于四十二变化 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一页 第一页 它有时候 大家看我这块 这个语言 它其实是第一页 但是它有时候 我们点进去 它其实是第一页 但是第一页 它有时候 后面不会出现 配置等于一 所以我们需要 如果观察第一页的规律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点到第二页 然后发现它的配置等于 然后我们再点回到第一页 就会发现它会多一个问号 配置等于一 如果是第一页的话 它默认这块是省略的 然后我们回转 它一眼是这一页 所以我们如果要发现 第一页和其他页不一样的话 我们需要点到第二页 我们需要点到第二页 再点回去 我们要改为前面这一串 配置等于 只有N是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一个对中科号 英文的中科号 然后1到-42 这-就是减号那个-42 1-42就表示从第一页 抓第42页 如果我们要抓第一页到第10页 就换成杠 中国号1-10 如果要抓6到20页 就中国号6-20 这块根据自己的需求 想抓哪页到哪页 就中国号多少到多少 这必须是前面是小数 后面是大数 不能说你中国号 爱10到6 它不会反的来 只能是前面比较小的数字 后面比较大的数字 那怎么改这个URL呢 有两个方法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找到之前那个张家伟的这个 大家看Data Preview一下 这是单页的 单页的标签 我们如果要改Start URL的话 有一种方法就是修改 修改 有一个就是修改Start URL 或者新建Start URL Start URL 修改的话 点击中间这个Editor MidderData 我们点击中间这块 EditorMidderData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的按钮的作用 是让我们 可以修改这块 Start URL 我们点击到这块 这块的一定要和这块 我们你分析出的这块 一字不差 看Post后面 问号配置等于就知道 我们这块也必须一模一样 问号配置等于 等于中国号 一杠 一杠 四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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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保存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用熟练的话 就可以第一步 我们新建 三十按钮 直接在这块 就冒号 配置等于 中国号 一杠 四十按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种就是当你比较熟练的话 你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要抓四十按 而且你也提前已经分析出规律了 就直接这么抓 但是不建议这么抓 我们一般都是 先抓单页 然后单页抓好以后 然后再通过EditorMidderData 然后更修改一下这块 然后 下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始抓了 我这块 因为它 四十按页需要时间比较长 我只给大家 抓五页吧 抓一到五页 演示一下 保存 好 开始抓取 Start Scrapping 大家注意看 它这个 弹出了页面框 我是没有动的 它会自己翻页 它翻到第二页了 大家注意看 它自动翻页 这个时候 我是没有任何操作的 因为你设置的是 两秒 所以它会两秒翻一下页 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的网络不好 你可以将这个 翻页的这块 给增大一些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 我直接倒出来 看一下它 到底是抓了多少条 101减去这个表头 应该是100条 五页 每页 20个 刚好100个 所以我们抓取成功了 大家注意 我是在 之前的 这个 基础上 就是 直接改的 EditMateData 如果你 这个 之前 那个改的 已经删除了 之前 这个setMap 已经删除了 或者 不对 你需要 重新创建 一个 setMap OK 这块 只是一个 我们只介绍了 减 知乎 但是其他 不同的网站 它这块 可能的 规律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 知乎是 问号 配置等于N 但是感激网 可能不一样 这是我给大家 总结的 我们也去感激网 看一下 大家看 感激网 我翻到最下面 第二页 它是 Oi 我们 再往下翻 第三页 O3 第十页 O10 大家就可以 从这块 可以分析出 感激网 它的规律是 这前面 一块 O O10 ON 所以说 我们如果要 抓感激网的话 Editor Data的话 我们就要这么改 看这C 然后后面是 中国号 1 1-10 N是 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 只改后面 因为感激网 它的规律是 ON 不是 -Page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 不同的网站 分析不同的网站 的规律 然后 修改 StartURL 链接网 当然也不一样 它这块是 PGN 不是Page 也不是O 所以我们就改 修改链接网的 StartURL的话 就是 收房 中国号 杠 中国号 PG 收房PG 中国号 1-10 然后再中国号 我们只有N 是需要我们 动态变化的 如何发现 这些规律呢 我们就需要 多点几下E 当然 这块 大家知道 我们要警惕第一页 因为第一页 它有时候 会和 其他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链接这个 看来 这是第一页 但是第一页 通常它后面 什么也没有 我们点到第二页 它是PGI 点到第三页 PG3 好 我们因为发现规律了 我们再点回到第一页 它其实没有 但是我们 点到第二页 把这块改成E 我们测一下 改成PG1 我们回车 然后我们拉到最下面 看它是不是第一页 可以看到它就是第一页 就是它第一页 有时候会比较特殊 它会直接 省略掉 但是如果你加上 通过分析第二页 把这块加上的话 它还是会 到第一页的 就是我们如何分析 这个 网站的URL 就多点几下 然后将这些全部 复制到其他地方 当然 这种呢 比较简单 就是PG1 EI34567 直接就是 往上累加 EI3456 第一页就是E 第二页就是I 有的 还有其他的规律 比如说豆瓣 它的 我将这块直接复制过来了 我已经将这些页面 总结下来了 第一页 是前面这一串 START等于0 后面我们不用管 第二页 这块就管 START等于20 第三页 START等于40 第四页 60 然后中间有一些 第十页180 我们通过这个分析一下 它第一页 第二页 中间差20 第二页 第三页 差20 第三页 就是 也差20 我们可以分析出 它相邻页的 这块的数字之差是I10 这就够了 我们只需要分析出 这一个规律 这种的话 怎么 怎么抓呢 大家看下一个 我们如果要抓 大家看 一到十页 它第一页是0 第二页是180 我们要记住 找到第一页对应的数字是0 末页的数字是180 第十页 相邻的数字之差是I10 我们只需要将这块 它这块变化 因为只有START等于这块变化 我们只需要将这块变化了 同样是加中国号 0到180 然后冒号I10 冒号I10 表示的意思就是 我们第一页到第二页的话 不是单独的加1 还是加I10 默认的加1的话 就直接省略掉了 我们就可以 将这块 理解为 如果 这块是加1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加1 冒号加1省略掉 这冒号I 如果它 相邻页的间隔是I的话 就可以省略掉 我给大家 点击看一下吧 如果是 知乎这块 我直接 按地它 我直接这块冒号 给它I 大家看一下 我们同样开始抓 再抓一次 大家看这是第一页 我给大家直接翻到下面 看一下页码数 第五页 它 它会从 可能是从第五页往回 往回到 到第三页了 五四三 下面就是I 到第二页了 这是到第一页了 它是从后面 往前到的 这块呢 就是它 我们再刷新一下 同样抓到了一百条 我们写的是一到五 但是它是从五到一 这块就是 WebSquive它的一个机制 我们不用理会它 就是 为什么是从第五页到 第一页反回来 它可能就是按照 数字由大到小的这种机制 这是由WebSquive它的代码 实现原理决定的 我们就是 不能改变这块 我们只用记住 我们如果要抓的话 从小到大写 一到五页就写一到五 至于它是从 先抓第五页 再抓第四页 再抓第一页 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理会它 它只要将全部抓下来 就行了 我们又没法控制它 就是从 先抓哪一页 再抓哪一页 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如果是 相邻页的数字 只差是一的话 我们就这块一 可以省略 但如果是爱十的话 我们就需要 在这块加上爱十了 同样的就是 我分析的豆瓣 它是向他的人爱十 等差数列 大家看第一页 零爱十四十 加爱十 加爱十 一直加爱十 当然如果你碰到 其他网站 它第一页可能会是 一 加五 然后加五加五 或者加多少 我们 我们 记住 我们不管它怎么加 怎么变 只要它是 等差数列 我们要抓 第几页到几页 我们只需要记住 第一页对应的 这块数字 然后 最后一页 也不是最后一页 就是我们要抓的最后一页 它的数字 然后再就是 相差 相邻页的数字之差 然后放到 填补到这块就行了 零到一百八 首页的数字 末页的数字 相邻页的差 然后它就会 自动 帮你抓取到 你需要 扎的页数 有的同学就问 总差数列 会不会有 总比数列呢 不会 因为 在 前端页码的 这块编码之上 总差 还没见过 就是 嗯 总比数列 这种 分页方式 一般都是 总差数列 OK 这种方式 就是 规律分页的 两种 第一种是 我们分析 这个 URL的规律 一二三 就是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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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 懂差数列 其实第一个 也算是懂差数列 它只不过 它每一页是加一 我们就 几乎就不把它 当成懂差数列 当成正常的翻页 下面这种的话 就是 懂差数列 它加的不是一 但是大家 记住这个 规律就行了 OK 就如果我们 要抓一个 这是最后 最后的 给大家总结的 一个 规律 如果我们 要抓一个 网站的 多页数据 它需要翻页 我们先分析 它的URL 是不是有规律 如果有规律的话 我们就按照 本节的方法 抓取 修改 StatURL 如果没有 规律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讲 其他的一些 翻页方法 比如 微博的 它需要 你自动模拟 鼠标 下拉 下拉网页 加载更多 还有 有的网页 你需要 不断地点击 底部有一个 点击 加载更多 还有的网站 你需要把 这几个 分页方式 结合起来 这些我们 后面会 都会一一讲到 OK 这节大家 也需要下去 练习一下 之后的话 大家练习一下 这个 感题网 链加网 大家也可以 自己试着去抓一下 大家记住 这块的 规律 我们只需要 不同的网站 它后面 这块不一样 我们只需要 根管这块 n的 把n这块 放到 中国号里面 都办的话 大家也去试一下 自己心自操作一下 OK